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黑 我们手上这个是一台4000多的15pro 128g的 但是你如果经常关注苹果手机的话 那你一定知道它是一台有所的卡贴机 放心 我们今天不是来讲价格的 我们要说的是之前的有所卡贴机 它的这个改卡的方案一直都不是很完善 比较完美的就是内置卡贴的方案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没办法随意的拔插卡 但是最近新出来的一个方案就是改这个异形的电池 然后在机器的内部留出来一个空间 然后给它加上一个卡槽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插卡了 虽然是改这个异形电池 但是它使用起来跟我们正常平常用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插卡的地方跟我们正常的国航机器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个方案起码是比原来那些内置啊 或者说db盒子啊 那种方案是要好很多 起码方便 方便这些小白调试卡贴啊之类的 然后在改完这个异形电池之后 它也会把原来的电池还给你 就是你可以保留这个原来的电池 如果你想换回去到时候也是可以换回去了 至于说改好之后的体验其实就没有什么说的 卡贴机用起来其实是跟平常正常无锁的机器是差不多的 只不过有这个调试卡贴这个步骤 每一台改好之后 我们都会给它测试一下这个卡贴啊 就是它上网啊 还有打电话正不正常 现在这些全自动的卡贴调试起来都是非常方便的 像小白你如果看一看教程 其实也就可以会了 遵みたい便可以了